哈喽老师们午安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学习法的研习 因为老师们还在陆陆续续的登录进来 所以我在留言区的地方先放上我们今天的签道表 我是今天学习法的伙伴我叫做比珍 很高兴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研习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大同国小温英梅老师 来帮我们分享语文科的容物 那今天很感谢桃源教王帮我们开设这个全教王的研习 让我们全国的台湾老师们来参加 那在留言区的地方呢 还有我们这个问语打的地方都有放上签道表 请加入的老师千万千万不要忘记 一定要签道 然后我们结束的时候也会有签退 那如果今天老师您是没有报名 然后就加入研习的话 那也要记得一定要签道和签退 这样子叫我中心才能合发研习时数给大家哦 那我们就用我们这个表情符号下方有一个拍手的欢迎 让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讲师 哈喽 大家午安 听得到我声音吗 有很清楚 OK 好 其实很开心接受了学习爸这一次邀约 那么呢 其实跟学习爸一直就是应该是生根在学习爸的课堂之中 所以当他们邀请的时候我想说很难得我有机会跟陶渊的老师 这是我第二次跟陶渊的老师做分享 我记得之前是去年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只有少少的30人 然后那个少少的是因为应该是说也是主办单位规定的人数 但那一次似乎是有超过的 对 好 那么我想我就不要去说太多的话语 然后来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部分的内容 我觉得那个才是重点吧 好 所以说因此呢我等一下会打到我的分享的画面的部分 要跟大家说 那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很想知道当我在这一场的研习之下 老师们听到的以及回应到的是什么 所以说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就会 会跟老师们就是说有一个就是pallet的部分 希望老师们呢就在这个中间里面 因为我今天做短短的一个半小时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一些的要跟我做交流的部分 只要你在那个地方去做留言 我想我应该是可以去很清楚回应大家 甚至我今天就是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在这个部分里面 你会很清楚知道迎来新刚之下 我给了一个就是自己的想法 针对我自己的班级上 我今天也是带一个新班 也是一个五年级的部分 那我就会应应我自己本身的教学端的内容的想法 去跟各位谈 我是如何应用在学习吧 于我的课堂 就是要跟各位 就是说先说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才希望用pallet 如果老师你想参加我的课程 你只要是今天桃园这一场的老师们 那我想我新刚下的五年级的这个课的铺课的部分 我是很欢迎就是分享给大家的 就是先首先跟各位说明的部分 所以就依据我给予学习吧 我们在沟通之下我想给各位知道的 就是说在这六年来我用学习吧 在我的教室里运用了三届 现在去年我之所以得司多奖 也是因为有一个很大力的平台的支持我 那就是学习吧 所以我特别在我的感谢之中 以及在我的分享的在给送去教育部的资料里 特别在谈到疫情下 我们班我的学生是后端的孩子 是如何借由学习吧而翻身 甚至现在在很好的一些高中或是大学的部分 所以也是跟各位说所以麻烦 所以如果老师您愿意就麻烦您用你的另外一个 就是您的手机扫这个QR Code进来Pellet 那在这中间你听我的课以及你有什么想法 您可以直接在那边留言给我 或是日后你还想跟我做哪一些的交流 我想我都很欢迎 好如果老师觉得这个部分也就请秉珍帮个忙 那这个QR Code就如果可以 你就是截图的部分帮我处理一下 那我不要耽误大家很宝贵的时间来做这个分享 基本上我在走不管是语文课或是走跨课领域的部分 我都会去思考我课前里面我教材里面我要学的新的学习的部分 那我们本的重点跟提问 我的教学步骤 学习任务及多元的评量 我会去做全盘性的思考 去结合我教室课室的学生学习的样态 因为我是一个很在以学为本的 以学生为需求的 样态的孩子学习的方式 所以我会激动性的去调整 同样的我使用学习吧的时候 等一下你应该就会有一些些的想法是说 当我在聚焦学习讨论成效的时候 我是如何因为发现的问题而去做调配 去统整思考改善我要去做的修正我自己本身的教学 尤其是当我在接个新班的时候 我会先除了我给家长一封信之外 我额外的也会给一份数位班级经营有关于数位学习的一封信 我是如何利用学习吧 以及在班清会的时候我很在意的 我会亲自跟家长说明 为什么我必须要用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对我的学生的学习成效的观察 有哪些重点 所以我想当我在做备课的时候 我是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 我先看见了文本 我学生的样态 视性下 我希望达到的学习是什么 我学生心之上 他的旧之上 策略上的活动 运用于文本的时候有理解吗 那这个平台对我而言 他真的重点是什么 所以我今年依旧 依旧我五年级新课纲之下 我是去考量了 我教室主走八大类型的概念的分类 因为我的学校是一个语文扎根的学校 所以说在我的学校的样态下 我们最在意的就是 学生利用跟其他家版本之下 有没有共荣共好的状态 所以我习惯会去做一个分类 去走我说的统整式的课程 所以我可能跟各位有点不一样 我写的部分其实在写作创作的转换度下 结合平台 我通常会达到八篇以上的作文的细写 所以我想这也是我的学生 刚刚前几分钟还有人飘回来学校 我人就在学校 他就跟我说 他去了别的学校在国高中 他觉得他最有成效 最觉得是优势的 就是他的国文科 我想如果今天一个语文出生的老师 我自己是中文系毕业 那最开心的不就是这里吗 所以我今天会用我自己的版本 他抓得住你商标的故事 来谈我的备科技巧 我会用我的四年级的课程统整概念下的成果 来给各位看我得到的 我学校的学生的样态是什么 那为什么会需要主题概念 那我觉得因为现在的文本之下 我们也很承认不同的文本 在不同的书商的运作体系下 他就跟国终端在高年级是有很重要的衔接性 可是古文变成白话文的时候 有时候少了一句古文 他的所谓的概念 所谓的价值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那在国小新刚运作之下 我自己在几年前就是主走着主题概念的想法 让我的课室里的五节课 是足够去应用在于听说读写作 尤其是做的这个区块 去做一个 只有我自己学校的校定去走读 因此我认为当概念之下 我跟我自己的以前央团的 应该说算是我的师傅 黄惠美老师 那么他已经是一个退休 我想他有时候也会去一些学校去做分享 我有时候会跟他聚焦 就是说在孩子在新刚之下 108星各刚之下 到底希望的概念是什么 有时候还是几乎每个礼拜 都会处在线上的一个共同共好的交流的成长 要提到就是说在今天的主轴上 我会用文化艺术的去区块去跟各位谈 对我而言高年级阅读为主 主要达到写作 可是文词的样态上 因为我即将迎来的是一个新班 所以说我在抓比例的时候 我的文词句的部分 会抓在25%的部分 那同样的部分 我们也要去谈 就是说在阅读上 我大概抓45% 写作上会是25%的样态去看重点 因此呢 应该这么去说 我习惯会画出我要的思维图 去看到我教室里面 可能要让孩子去走S 还是SS 还是TS的部分 如何结合数位的平台 去做一个重点式的提问 藉由学习霸的本身的书籍或作业的功能 去达到素养下的学习的我的国语文的学习目标 去抓住对应的核心素养以及学习表现 那么我们就可以很知道是说 我是长时间的是去 以聆听口语表达这边为主轴 一开始 原因是因为我认为 唯有 有条理的 有脉络的说 它才会有 思绪 有架构式的写 所以我的自己的新班来说的前两个月 大部分都会比例上会着眼在平台上的某几个功能上的使用 等一下大家是可以去参考一下我的备课的技巧的想法 同样的我要说的就是说 针对不一样的年级我到了六年级的时候 我一定会针对这些比例去做微调 因此在我的目标里聆听朗读文本 梳理文本要指去尊重他人的包容 是我的新班 手中之要 藉由提问的探究 要不要用学习吧的讨论区 让学生去走自我的提问质疑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我斟酌或去考虑的 以及运用梳理来自于中年级的新刚下的架构的 我会用比较方格的摘要 快速的让学生有步骤的规划的活动的 书籍的部分去解决 去结合科技的资讯的能力 去结合连结的部分 去发展学生 如何审慎的使用各类资讯的能力 很开心的看到今年新刚六五年级的文本 我们看到的是有某些的课程的内容 它确实是可以达到B2的部分 也就是媒体与科技的融入 那同样的我会借由刚刚说的主题概念的统整的状况之下 我会去找同类型的文本 是不是优先来结合单一文本的部分 或是再去找延伸学习的相关性的资料 让学生培养自主学习去拓展他语文发展的范畴 去建构说明文创作的形式 而让他去学会体察他人的感受之外 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去增加他的公民意识 因此针对这一课 刚刚说的三标的故事 我就会用这三个部分核心素养的 国语文的一支A支三一支B2以及C1的部分 来做我的核心素养要达到的目标性 所以也就是说在知识的目标性之下 我很在意就就是我们说的商标的样式 他是不是来自于商品以及商业服务下 他未来的永续发展之下 我们要如何去尊重 以及未来要如何去看到相关的艺术作品的样态 因此就有一个叫做包容多元文化观察下 或是观念下的增进自我的精进 也就是商标的设计 那如何借由平台 然后让学生去学会我们说的教学的目标 因此我自己就会觉得就是说 在回到新纲之下先结合孩子四年级的部分 掌握朗读的方式 让他厘清脉络 把握文章主要内容 所以在这里面就会希望他是以制读的方式为主 可是朗读中的学习之下 联想跟放生思考学习文具 去了解情感跟意涵 去概括文本主要的内容 这些虽然很重要 可是我的教室主走的是合作探究学习 我不管是在我的中年级的教室 还是高年级的这么多年来 高年级教室之下 我比较在意的是探究思辨能力的养成 因此呢 在藉由学习吧的这六个部分 我是如何去铺课 以及如何去思考 我想在朗读中学习 他可以利用作业 作业的部分 其实可以依照孩子能力的部分 而去决定 哪几段是比较重要核心的 是需要去强化他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里面 朗读的前册之后的样态 文本的学习文具的情感或意涵 我就会放在一般作业的部分 那影片的部分相对的 也会去做一个适当的使用的样态 去达到说 要如何让学生学习到跟文本之间 拓展他的学习的智能 跟本本课相关的部分 去合作探究走SS的小组 合作学习的样态去达标 因此呢 往往我就会运用一张纸的部分 结合学习吧影片的样态 以及作业的样态 先看影片再重点再去说想法 再走世界咖啡馆或是小组之间的交换 分享或是两两分享 因此也就是说 我很在意学生自学法的生根 圈点勾画法 也就是说来自于孩子的前方 四个年级的能力 之后我就会用火焰子的方式 让学生能够去找到重点 那我会优先结合在自学的影片的自主 学习法的生根 所以说学习吧的影片的部分 我就拿来当做学生自学的第一部分 同样的书籍画记的部分 我就把文本之间的段落拉宽 会有依据正确的方式的步骤的说明 那么让学生去做切字辞句的书籍画记的部分 去颠选出重点书类文本去理解 快速的理解之后 就会利用一般的作业去讲出自己的想法 或是跟两个人之间互说用录影的方式 之后再请孩子再去述送读他听到的 回到文本内容里去抓最重要的文艺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合作探究法 会利用学习吧本身的这四个部分去做考量 所以说当我有了影片 我可能就会利用测验的功能那边 去做影片的解合题的部分 所以对我而言一堂课40分钟里面 我大概至少会有15到20分钟 会走在互学探讨的部分的思辨 比方说一开始是老师先提问 或是学生先提问 那么学生跟老师一起探讨 还是老师跟先去观察孩子 让孩子两两相探讨 之后再请小组 一起把重要的讯息摘录下来 将观点做分享 再借由学习吧的功能去把它归纳整合 投到我的处屏或是大屏上去做一个分享 因此如果这样子去说 老师们可以去思考我的教学的步骤 第一个当我要用非连续文本导入活动的时候 我要去了解商标的部分 那设计故事这个故事 你会用学习吧的什么功能呢 像我就会去先事先想好 我可能有几个教学的步骤 我在这几个教学步骤之下 我想要结合学习吧的哪些功能性 让我的学生不只学会自主 也可以互学跟共好 好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的第一个步骤是导入活动 我借由故事可能是孩子自己solo的 可能用palette或什么 可是我必须要先知道 他是放在家里的自学 还是来到学校自学 平排故事 那来到教室之后 阅读跟朗读这个之间 你我之间 我们要怎么去阐述他 那其实学习吧这边就有朗读的任务 朗读任务之下 我们要如何让他先在家里做呢 还在学校端一开始的国语文课的前五分钟 还是五分钟 你教室一开始五分钟 还是最后上完课 快下课的五分钟 让孩子自由朗读呢 我想这个是每个老师操作手法不同 不过我习惯在走前测的时候 我要利用晨光时间 因为我的学校已经是一个 校园网路无死角的学校 所以我的学生可以自由的找一个很 舒适的角落里 去把他的朗读的文章的部分 朗回来 那么呢在全市文本的初探 或是全市文本之下 学生合作样态下 老师您又会用哪些书 本身学习吧的功能去走 这三个的教学步骤呢 那你本身一开始的新班跟我一样的时候 你又会是怎样的概念下去走 学习吧铺课的一个技巧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都可以足以让今天上线来的老师去思考说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学生 是去做一个有脉络性的 语文状态下的学习 可是呢 依应新刚的部分 阅读的策略技巧 以及我们希望孩子的 我们说的创意联想 或是他本身的 数位的样态下的能力的呈现 我觉得这在在都考验着老师们 所以我习惯走的是以这个步骤为主 就是说当我走到的这七个部分里面 我应该如何结合学习吧的样态呢 我原则上大概就是一个文本 或是要走主题概念统整的时候 我大概思考了 我就会以这四个七个步骤去做一个 我要把学习吧的功能结合进来的 一个的思考度 再来我就会去做一个部分说 那我要如何去吸引学生的学习动机呢 那学生本身的好奇点又会在哪里呢 在因应教育政策下重新启动的 应该说后疫情时代 我们教师的定位之下的重新的改变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课室里 他本身的兴趣跟好奇优先被学会的是什么 如果老师你有手机 你也可以少少看 你会发现这里面的QR Code里面 它是一个蛮有蛮有趣的一个好奇点 就是说当学生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是会觉得说怎么跟我想象不一样 在这些的Local的商标的部分 他本身有哪些是我熟悉的 有哪些是特殊的背后 还有一个背景色的呈现 在我们的iPad里面 或是哪些浏览器他可能是使用的 那老师你放在学习吧吗 还是说你课堂上放在触屏 或是你做成简报呢 我想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可能会去思考的 对我而言这个样子的QR Code 我通常会直接走自学的部分 我就考量放在就是说书籍的功能上 让学生互相的扫一个各扫一个 或是有一个核心点我投出来 让学生用他的iPad去扫 让学生知道就是说 那我去走探究思考的时候 这个引发的动机我看到什么 那我很习惯的就会是说 当我在做合作大晋级的时候的时候 我习惯只会连两条线 因为在这么多的日常生活上的商标里 孩子到底熟悉几个商标 那这个商标的设计大家会发现 设计师下阐述里面红蓝 它是存在是有目标性的 在新课纲里面我们也会发现一件事 在设计上的商标 以及商标的故事里面 它关系着文化意涵的存在着 所以在康轩这一课里面 我就会希望让我的学生更加的知道 所以在这个商标的里面 我就会启动一个叫连结 让孩子去自主的搜罗 然后把相关的资料传送回来给我 那这个时候就会是 主轴会在连结这个地方 以及讨论区这个地方去做启动 因此自主探究这件事情 我优先以文本的商标为主 看图说明文字的描述 所以我的教学过程里面 大概是如果以一节课为40分钟里面 我是一个比较不会浪费国语课时间的人 也就是说在我的国语课里面 即便孩子可能因为有点事情晚进来教室 我大概就是人到齐了 我就立刻启动我的国语课教学 比较不会去做一些额外的 就是说停滞下来先去询问孩子 或处理班务 我对于我自己的国语课的组合 因为我知道40分钟里面 我希望能够达到有效率的结合 因此在新接班或是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我都跟孩子讲得很清楚 很多事情当然有时候会有突发状况 如同老师们说的在班级经营上 可是我会有另外一个解套的方式 有机会再讲班级经营再跟各位分享 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大概会利用导路新课的活动 会有五分钟 三到五分钟左右去引发 这时候可能是学习霸的影片 铺在那里面影片的导路 也可能是用作业的方式 请孩子去拍摄启动 用照相机的功能 所以说 所以这个是我本身在40分钟 或是我要走到拓展延伸的时候 我可能主轴点那里也会是40分钟 可是依旧会在前面的五分钟去做一个引发 后面的课堂总结是我一定会去做到的 可是如果质疑问难的部分 我一堂课通常会要留五分钟 如果这么去看 我大概会有10到15分钟的部分 去做这样子的延伸性的 去让学生去聚焦 去做一个厘清 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新观点 你有什么新发现 我就会去了解 结合我前面谈到的七个教学步骤 去将我的教学过程做一个整合 因此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回到 我刚刚说的教学步骤的部分 我在这个部分里面 品牌的故事 以上标的故事的这个来看 我的设计故事这个地方 跟我的第二个部分里面 我刚刚有请老师们去思考 那我就来说我可能怎么做 第一个我会先把自学影片先放进去 跟设计故事有关系的 然后你会看到我铺的课是 虽然还没上课 但我已经铺好了 我刚刚也一开始有说 如果老师你想要参考 我那个课是可以开放给大家 就是加入课程 然后也很欢迎大家 就在Pellet告知我 我就会把各位拉进我的课堂 然后让各位去共编复制走这样子 第二个当我朗读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走 现在大家看到了就是说 可能会在理解监控部分 我有个叫做理解监控单 去产生出大意 所以这个就会走课堂的话计的部分 然后作业的影片的部分 就会作业部分可能会去做朗读 也会去做一个影片上 让小组发表分享整合进来的一个相关的资讯 或是走课间话计这两个部分 诠释重点SS讨论的时候 我会结合我的作业的部分 或是影片的部分 学习吧的部分 甚至是讨论区去完成相关的样态 达在我的课室的成果之下 老师应该是有机会看到的 因此在课堂的互动模式之下 第一个老师这是我现在自己的新班下 我的自主学习目前扑课的样态 也就是说我会先走YouTube的连接点 去设定几秒到几秒 是我要借由学习吧的外部连接 连接一过去我的学生 就可以去做影音大考验 那同样的部分 我也会放另外一个连接 就是十个世界最知名的品牌 跟学生日常生活中 他很常看到的包括星巴克 还有我自己最爱的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里面 也会让各位去 就是说知道说 其实影片的这个结合的部分 部分的重要性 之后我才会自己直接在课堂里的 要下课前五分钟 直接让学生去走自主的 朗读的前册 也就是说 其实在自主学习状况下 这节课我是完全不会 touch 到我的文本的内容的 当然一定会有老师在别的场子 我遇到的跟我问的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英美老师如果有学生 事先看过文本了呢 说实话我们本来不就是希望 孩子先看文本吗 那当然如果 这个一定会影响到自主阅读的前册的成效 我认为我希望看到是好还要更好 我就比较不会 care 说他们到底有没有先去预习 先看过文本的内容 去做这个朗读的前册 可是我从接触学习吧 这六年来 至少六年吧 那么呢 我自己会在前册的朗读部分 会先做一次 然后再让学生朗读走所谓的后册 再上完课之后 那我的课堂活动就是我现在提供给各位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数位 学习下教育部的讲师 所以我的教室里一直都会有一个叫做小鼠 讨论下的SRL的 比较属于学习吧的样态下的一个 互评跟字评表 还有就是合作的工作分配表 因此呢 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就会把一些相关的连结性的课堂活动 然后 扑好 带着孩子去做课程 这是要攸关的部分 再来呢 多元评量的部分 我会去适时的改Quizzi 因为我本身有他们的进阶部分的呃就是权限 所以我会去改一些题目 但是我还是会善用学习吧里面测验的功能去做 最重要最重要是讨论区是我的学生 这几层包括就是我在走MAPS 正中老师课堂下 我是他的第一届的学员啊 也就是他的应该算是也参与过孟恩 那我要谈的就是说 呃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觉得讨论区很好用 老师你可以先丢题目让学生回应 同样的小组共享的时候 或是有质疑的时候 讨论区也很好用 其实老师也可以未来可以去思考 讨论区存在的功能是什么 这个是要跟各位呃 分享的 呃再来的部分就是 就回到我自己的数位教学部分咯 呃就是我今年 因为我已经跟着新课刚走 所以我现在之前是四年级的班导师 我今天的课堂的教学部分 就会用我四年级 结合我学校的校定 然后我们走了一个叫做 跨五校的呃国际教育的一个课程 从我的语文课 再去配别的学校老师的英文课 跟另外一个伙伴的数学课 还有一个就是国际教育中心 我们去做的一个相关的课程 但是我今天只会跟各位谈我的课程 课程的样态 好我就说我把康轩四年级的部分的一个文化艺术单元 我把它分为这四个部分 理念价值 好在我谈这个部分 我刚刚有看到老师好像是秉珍老师有问讲义是不是可以分享 好秉珍可能没有回应 那我跟老师们说明就是说 呃因为讲义的部分呢 因为他我最近有在做一些成果 所以我特别跟学习爸说就是从现在这个地方来看 有些东西跟我的成果要给教育部的有一点点关系 所以我今天就比较特别一点 以往我会把讲义分享出去 但是有些部分实在是碍于我在12月底以前 我必须要把成果分享 所以就会变成我目前 我们这边是有一点点想法是我暂时是不能分享给各位 如果日后大家需要 我觉得您可以私讯我 或是在Pellet告知我你是哪个学校的老师 我是愿意私底下我们大家去做一个怎样的讨论的方式 再share给各位 不知道这样回应是否恰当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我自己的总整个概念之下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抓了A2 B1跟B2跟C2 所以说我的学生是优先走科技技能的自我成长 所以我的学生跟着我的语文课教室的孩子 他就会对数位工具的学习样态的多变化性 包括Apple课堂 结合学习爸或结合Pagemo 其实都是一个一大的力气 可是我的教室主轴目前就是学习爸 因此在数位协奏 协作的沟通下 我刚刚也很前面有跟各位讲我的课程技巧 就是在文字的部分 图像语音的部分要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个平台 我还是以学习爸定调为主轴 因为对我来说它是我运用了多年以上的平台 那所以说我就在我自己的中年级四年级样态下 先去抓主轴性的学习内容跟学习表现 以及素养要对应到的 相对的在理念跟活动之下 我就很在意探索是多元智能 那我的主轴一定是学习爸这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之下 我希望做什么 当然是预先利用学习爸走自学的观点 让他去看教学影片完成减合点 因为我做过我们苗栗线的观议课 给老师们看课 学习爸本身它是借由影片下 你只要适时的导入 他是可以去做完减合点 他不输 就是说看老师如何去做一个运用上的减合点的减合表 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就只会用一张A4纸张八格单去完成 去完成了解整个学生的样态之后 透过教室大屏的引导 我去结合数位跟课间教材 去做教学上的内容设计 引导我的学生在一堂课的时间里面梳理 理解文本 然后再去走探究 我们说的探究思考的质疑 去让他段落式的结构的图表呈现的策略的 我们说的巩固它的基本力 有了之后他去走一个叫做数位分组合作的教学的模式 所以我的主轴定调就会利用这三课的单元 就是请到我的家乡来那个部分的单元的文化艺术 来走文化的搜罗跟文化追踪去 让它应用在多元文化的实际性 去结合我们自己的家乡本身的体验跟实践 然后结合网络网技科技去做访谈跟读写 去展现了解 除了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台湾之外 美味的一堂课 以及请到我的家乡来谈到那么多国家之外 随西坝里面有一个叫做一眼望天下 然后也有相关性的一些的知识的课程包里面 它有一个叫做很好的叫认识国家 我就跟孩子去谈 谈了之后去走尊重与包容 不同的文化下 甚至当时柬埔寨的疫情 议题的探究 这个是我当时课程的设计 所以我的文化艺术的主题探究之下 自学影片课堂书籍 我拿来做文本的梳理 那自学影片拿来做简合点 了解我整个学生 在认识不同国家的样态之下 跟我课程相关性的国家的背景知识有多少 好 再来就会去走一个随时搭配着老师导入的部分的活动去说明 让学生去分享 之后再走一个行动探究叫文化搜罗 结合pallet 那最后最重要当然就是要走一个统整检视跟回馈 所以我在定调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叫做文化之多少的教学活动的大活动 让学生去走一个探究之后 让学生了解说原来自己的家乡跟其大家乡的功能性是什么 让他们去录影片 然后去访谈师长 你曾经去过哪些国家 那在这些国家之下 看到的什么新发现或新观念 所以就会有一个叫做我说的世界橱窗之多少 它是结合访谈也借由学习吧的影片的功能的录制 所以这是我当时的课堂 先让学生理解 所以我那时候是把最主要的核心是放在三个文化统整之下 主轴心点放在第九课的请到我的家乡来 那在这之间其实有结合了探灵版 也有用到的南一版的相关的文本融进来 让学生去理解跟探索 探索之后 就会让学生去走文化的搜罗的部分 去了解说 原来在自己的家乡跟不一样的家乡的产物特色地形 整个的样态下 还有哪些国家是你有兴趣的 那面对到不同的国家下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 那到底该如何做呢 那这个部分就会去 有没有认同自己的文化 那你要不要尊重欣赏多元的文化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做的 所以我习惯会把数位的视学任务 把学习吧的考量放进来 比方说我会独立出来有一节课 好好的来走我说的课前 就是那个文本的自学能力的培养 自己自学能力培养之下 我就会去确定 学习目标是聆听呢 还是口语表达 还是聆听口语表达 优先走之外 要导入的活动里面 我要去监控自学的成果 所以说我就会把自己的学习策略 依据数位学习下 我会去把学习吧里面 我要对应到的一之一 我就要对到老师操作的一之一之一 我们说的指派任务 指派任务之下 学生登录完成之后 接下来看完影片之后 要利用笔记来进行摘要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里面 有时候因为我们学校有买 就是国有日报的就是加分吧 所以那边也有摘记的笔记的功能 再不然就是我有一本 我有一开始是用布子 A4的部分去做阅读笔记 但后来数位学习启动之后 有斑斑有触屏 深深用平板 那我学校是就是不是斑斑有触屏 但是我教室有一个叫做行动式的 我们说的推动推的两台的 其中一台在我教室 那个就是推动式的移动式的触屏 还有就是我学校的这个年纪里有 人也有使用的iPad的平板 所以我就启动了Apple的课堂 让孩子可以知道 别人利用学习吧的进展度在哪里 所以我也融入进来 因此我随时可以利用大触屏 去掌控每个孩子的样态 按开 可是呢 在这里面就看到了自学 也看到了差异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用了 iPad里面的无编辑 来练习笔记的重点摘要 那更早以前因为没有iPad 我就用讨论区 来直接摘录当作笔记的摘要 你自己自学之下 你可能先看到些什么 去把它记录下来 还有一种就是可以用作业的部分 录音去把自己看到的学到的重点 事先摘到纸张里面去炒写 然后录回来给我 让我可以了解他查看影片观看的历程 所以说在这里面最重要当然就是指导 我们要如何指导学生 去参与这样子的课程 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部分 因此呢 对我来说 这一个的试学任务下 我今天只有跟各位分享 我没有完整分享试学的样态 我教室的 可是我只跟各位说 对我来说 因为时间真的有限 跟各位说 我有一堂课国语课 真的是一开始接新班的时候 就像我现在迎来的新班级 我会好好地先去训练我的自学的影片的生根 以及如何善用作业下的录音影片 以及相关性的指导 然后去了解学生的本身能力的展现 所以说对我而言 我觉得在自学样态下有了 口说以及口表上聆听上能力 有一个叫做差异性的拉近 我相信差异依旧存在 可是至少不断地磨合师生共同的一起成长 我觉得这是一件我自己认为 对我的新班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也是我优先会去做的 那同样的当我在执行的时候 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说 因为探索思辨历是我高年级的轴心点 在我这几届的运作之下 除了这一届比较特别 是我回到中年级去打数位课程 因应疫情下的 透疫情时代的数位 孩子的能力的提升 这个是学校推动的另外一个范畴 所以我就勇于尝试下去接中年级 那我发现其实孩子的阅读理解力 藉由这样子到了四年级 各位现在看到样态 我个人是持续的乐观跟觉得开心的 也就是说 在我的文化之多少的样态之下的 阅读力的展现度 我觉得它是一个还不错的样态 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好 我可能要达到另外一个的部分 好 我要切一下画面 让各位看得到就是说 我的教学的影片的样态 长的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是习惯长期用学习吧 在做摘要的部分 学生自主的样态 大家应该有看到 这是我们本来比较后端的孩子 但是我要谈就是说 你会发现我通常会有一个色块 问问题 所以什么颜色 问什么问题 学生就会用那个颜色去做画剂 而不会让他自己想用自己的颜色 因为我习惯是去走一个叫做有脉络性的 就要结合出一个摘要画 画出来的思维图的样态 所以是分段摘记后再阅读这样子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也是我后端的孩子 他就去把他拉起来 因为他知道就是说 他可能接下来可能在口表上 对他来说是一件比较方便的状态 好 第二段好 就请你听到第三段 第三段 如果您好就到那个 11号 这个就是我刚跟老师说的 我习惯会走索的延伸活动 自主学习一下 因为每个人的样子不一样 所以我说样子就是说他的那个呃 呈现性的顺序跟速度上会不同 所以我就会请孩子就是我一定会放一个绘本 然后是数位绘本 所以如果你动作快的孩子 你就可以在课堂上去看 是因为他后来会有一个就是要针对这一本书 去抓一个你喜欢的国家的食物 然后还去做特级的介绍 好 在这个里面会在作业那边会说的很清楚 叫Homework 那如果说比较慢的孩子 他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看完这本书 再做完话记之后 那孩子回家 他还是可以就是继续把这本书看完 看完之后 他再去针对他的Homework 所以我是一个步骤 就会加一个我的作业的部分进去 因此这个就会是一个我自己一直长时间在使用学习吧 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成效的平台的原因是 我看得到教室样态的成长 我看得到孩子后续的续航力 所以说在我很多学服的后端的孩子 他到最后他甚至离开了学服 都是因为在客室里的这些的平台融入的部分 而去做的一个成长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就是跟各位就是说明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如果去配进去 配进去的部分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部分 可以读到花园11号 我刚才讲错我讲错到花园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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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他一起进来 我们从时间会有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针对孩子的学习 他的作业上或什么 会不会因为单亲 会不会因为怎样回家不学习 像我就会很鼓励这样子 还就是说 也许你看一看找到你要的重点 他就会问我说 那我可以先把他试着再录下来吗 或什么 我就会说好啊 因为他洗完这一个之后 他回去其实是录音的在作业上 可是我就会帮他们先准备好 这样子样态的纸张 给他们先去做摘录 所以我的Homework就会变成就是说 其实他是还是要摘录出重点 然后选出你要的美食的特级的介绍 他只在一个 我们说的作业单之下 再去转换成录制成作业的部分的相关性 这个时候就尊重到了教室上的落差点 我们说的视性上的差异的部分 这是我教室的一个的样态的呈现 看完的就可以像明星一样直接化解 然后再把那个植物 你要介绍植物稍微化一些 简单的食材在下面 好这就是跟老师们说 就是说这是第一个 我在我们班走课室教学的时候 我去做的一个相关性的部分 这是一个阅读理解能力下 就从书籍然后再去做一个我说的 我希望他可以去做到的摘要的部分的相关性 结合刚刚各位看到的学习吧的样态的操作的课程 这是第一个 那同样的当我在做另外一个的时候呢 就会是说那接下来在思辨力下 我到底是希望达标的部分又会是什么呢 以及我们常说的统整概念之下 我的追踪的文化追踪力又希望什么呢 所以说在我的课里面 大家应该很清楚看到服装上的不一样吧 那就在不一样的课堂的分布的节奏上的一个 我们说的概念下的主轴性的探究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不急着分享影片 但我要跟各位探究一件事情就是说 当我们在高年级的时候 字词不是不重要 而是要如何让字词下的文具先发挥最大的功能性 带动他字词的学习的能力的提升 所以我就会一直借由平台的力量的作业的功能 书籍的功能 不断的让孩子去听人家说 去分享去说出这些想法 但是都是先hold住文本本身内容的样态 然后再来才去跟才去做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概念下的整合的一个思考的思维性的讨论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就可以很清楚了解就是说 如果今天当我们在结合学习霸的时候就是我前面刚刚谈到的步骤 我们到底希望我的课是我们要带着孩子走到哪里呢 如果今天我们还想要走的是说 把文本之下文具的阐述的意涵 结合他自己已知的经验 达到他心知去了解世界的国际视野的橱窗 那这样子整合课程 他区区五节课是不足不足够的 所以我才会去走了一个叫做概念下的统整的部分 因此在探究思考力的部分里面就很明显看到一个样态的呈现就是说 我到底是要带到孩子去走到怎样的部分的样态的呈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一直觉得它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就先分享到另外一个部分去给各位看一下 实际上课堂操作之下的样态的一个用影片来阐述 可能会今天时间比较珍贵一点会比较快一点这样子 今天我们接着看请到我们的家乡来的 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活动叫做文化是多少 什么意思呢 好等一下我们每一期在学习吧里 有放了一个会本林海丁的原来的作品 请到我们的家乡来 所以整体要找什么 你要去看里面的书 有几间的课章 然后由你 或跟组长一起讨论 你们分别要选哪些 时间 我会看你的状态来的 了解吗 对好 所以等一下麻烦你做一件事 从这边回到我的课程的这个地方 请到我的家乡来的 学习吧这边的作业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第九课这里 请到我的家乡来 然后呢在这边我们看到林海丁的原作品 然后请你按开 按开之后就依照里面的书籍的文字 请你分到整国家自己去把您按到重点画下来 可以吗 了解吗 好 了解都点头了 也有人说了解 那么请你开始按开这个 好 所以老师我要说就会在这里 我的课堂我习惯会给一个叫做 这里面呢 林海英这个这本绘本就在里面 那在这里面有太多的国家 然后他在书上去截取的时候 其实文本的内容跟原来的原作是不一样的 因此对我来说原汁原味是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我就会让他们去走分组式的共读 那分组式的共读里面 这个很大特色是每一个每一组都有一个权利存在着 我可以去读不一样的国家 然后呢我在因为我怕会比较容易有一个叫做重复性的阅读 那在这个地方我就请事先走一个叫做磨合 我有请组长先去问组员 你可能想要读的是哪几篇国家的文本 我不会请孩子只读里面一本书的一篇文本而已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孩子可以多读一些国家 所以请他们自己先去调查自己的组员里面 每一个人想要读的至少三个国家三篇 所以他们就会自己去先搜罗说 我大概要写喜欢的是哪几个国家的文本 那同样的在我学校我们班是五组 大概就是二十位学生 因为我们学校是六个班的 六个班级的呈现 我的班就是二十位孩子 在这个样态之下呢 我就事先调查完之后 就跟他们讨论说 那这里面可能有几组 会有读到相关的文本 但是老师觉得OK要尊重你们 所以我大概心里有一些的想法 但我没有去走阻挡 所以我就让他们自由的去看 我想即便是同样的文本 那孩子其实读出来的应该会不一样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第一个的起手势 我习惯先用多元的相关性的文本 或是相关性的数位的绘本 或是相关性的连结性的知识概念 整合进来放在学习吧 先让我的学生去补足旧经验之下的不足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刚刚说的了 你会在自学那个地方 有可能就会用到一节课的部分 这是先跟各位说明的部分 所以说当学生去读的时候 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 每个人选的国家的样态 他就会不一样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之后 我就会请孩子直接去看一下说 那有哪些是属于文化的 有哪些什么是文化 文化之下他可能讨论的优惠是什么 然后学生在这中间他就出来拿纸张 然后最重要是要检视回顾的时候 会请学生去看去针对文本中 三篇文本是原来的文本了 每位的一堂课 还有个就是建筑界的场景录 然后就请到我的家乡来 回到文本去走检视跟回顾 以及跟小组之间 他们去看的这样子的差异性 因此就跟学生走一个探讨 探讨的时候 学生他就会在这个地方里 他就会利用书籍的功能去 去搜罗之后再放进Pellet的部分 所以书籍的功能是可以去找到打上文字的这个T的部分 找到国家性的建筑或什么再结合Pellet 这个大概就是我的第二个的部分 在跟学生课堂的部分的时候去做的一个相关性的 就是说教学的样态的一个的展现 这个是第二个跟老师们分享的课堂的部分 那相对的在文化的追踪力的部分 就会希望学生做到的是什么 好 我今天由于因为就不要 要跟各位先说一下 因为今天就是因为我只有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就先用Canva 我就把它剪剪辑好这样 就是用我的影片说明 然后去跟大家一起互动这样 就是说希望有机会 就是可以就是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贴切的交流 这样也希望等下有点时间 可以跟各位稍微谈一下Q&A的部分这样 好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里面呢 就会希望我的学生 对 就是我用Pellet连结出去 然后让学生去讨论聚焦 好了我要请组长 你们不是有白纸吗 给组员一人一张 写上自己的资料里面的特色 好完成了之后对不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做什么事 我们要去做一件事 我们要去访谈学姐或是市长 去问她说 我们要走一个叫文化追踪区 了解什么是文化追踪区吗 就是我们要去问什么 然后喜欢的 是的 没错 可以吗 每一组 每一组等一下我们就要带着平板行动 所以麻烦按到 好我跟各位说啊 小朋友很有趣 就在这里开始出差错 就是说因为他们第一 有一组优先去找了校长 然后因为校长可能就是 去的国家也比较多 然后他不知道忘记的 学习吧一个就是 录影的功能 秉珍可以请问一下 你们的录影功能大概是几分钟吗 如果我们要录影的话 大概是 因为现在的画质比较高 所以我们大概是10秒以内 那如果我们要调低一点画质的话 他就可以录的比较长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录太久 对 没有办法录太久 对 没有办法录太久 因此我后来就想到 那我不如就用pallet的录影的方式 可是呢他要转回 转回就是说要丢上录影 要转到pallet 一样会有问题 我跟老师说明 因为当录的时间越久 其实pallet也没办法录太久 因为他是借我从平台连到pallet pallet启动录影的功能 所以我们的校长因为见多识广 所以孩子一开始涉略的问题 问到第一题的时候 校长就讲太多了 所以他们后来有进行一个 叫做小组之间的交流 然后呢他们在走廊上 当下好几组就聚焦 就开始讨论说怎么办 我遇到第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去问校长的时候 校长的那个我传不上去 另外一组就跟就另外一个解套方式 就是因为我跟拍嘛 他们就说那就不要让校长回答太久 所以说他们就开始涉略说 几分钟之后一定要换题 强迫校长打断 好第二组呢去问校长的时候 有点成功又有点失败 第三组就更厉害 他们再去问校长 总共有三组去问校长 第三组他问校长的时候 他就是锁定问题 就说校长您好 我今天问你是什么什么问题 但因为时间上请校长针对 这个问题几分钟就好 或是几秒钟回应就好 所以说其实孩子是从访谈之中 学到了成长 那么呢他又发现一件事情 很有趣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学务主任 这是我们的学务主任 好所以王阿塔就说 他们就会锁住出事 会去问然后再去问老师 是这样 这个是韩国 好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回来这里 就跟老师们说明说 后来他们就回到教室来 再重新统整跟聚焦 然后去了解说 大家有没有遇到相关性的难题 或是他们要去做分享他们自己的成果 那这个地方就是善用了学习霸的平台的部分的去做一个就是教学上的成长 那其实对我来说 那其实对我来说当然在这个中间我们班 在另外一个美味的一堂课里面 因为我走了官艺课 可是我觉得从文本中可以学到什么文化艺术 我常会这样子思考 当书当我们自己使用的版本之下 我们学生到底要学到的是文化艺术下的什么 那这个价值意涵到底是什么是值得孩子学习的 我觉得这个是身为老师们在走一个结合平台下的使用之下 可以去思考跟看就的 所以说利用资讯科技 学习霸本身是一定可以的 就是说去搜罗当地文化之资讯 可是如果判定资讯的正确性 甚至现在我们首当其中AI已经进来了 AI给予的相关的资讯下的 是不是真的形成文化艺术的元素 这个就要回到班上来探究 即便你走太多的 即便你走了教学活动结合了数位的平台 可是文化艺术下的元素分别有哪些 那在体察体验之后 你到底要去走一个读写的时候 你到底要走的是道导 还是说我们回到原来的写作的样态 依旧是找某一个文本的架构去写 请到我的家乡来 我想这在在的都是可能在我们 极有一个平台之下 我们很希望产生出来的一个 我们说的能力 能力之下到底要有的成效又会是什么 我想在成效之下我手中之中 就会在于就是架构上的呈现 架构上的呈现 就是说我的学生 他是否在我们常说的就是应该这么说 就是我刚刚有说我会用一个布子 之前因为还没有 Apple的那个五边剂去做使用的时候 我的学生他本身就会有一个布子 我们会去一个白子的A4纸张的大小的部分 会去走一个叫做画丝为主的样态这样子 这个就走到一个叫做自由式的自己想画什么的样态 就是说然后他们自己去把它剪 而不是我自己一定要亲自去动手剪 我想从落差上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班级的样态 就是说 好 老师 这就是以前的圣母院 都是那边有名的建筑物 我最喜欢的国家或家乡 我最喜欢的国家是我的家乡苗栗 苗栗的特产 苗栗的特产有很多 像是大国 这个是利用作业录音功能回来的 好 老师我要谈就是说 从这里我只跟老师说 您会感受到这里面有轻度智障的孩子 跟我在一起上课吗 当你看了以后 老师你有感受到的你就按E给我 你没有感受到你按E给我 你可以给我一个回应吗 在那个通讯录之下 好 我看到老师给我回应 老师 其实我们班一直长期有一个轻度智障孩子 他国语文并没有直接抽离走 如果我不说 你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 还有资源班的 那一定有很多老师会想问我说 为什么E-mail老师你没有让他抽离呢 其实应该这么说 熟悉的老师知道的故事就会知道 因为在疫情 13年级的时候 在前方 你很难去判断他是不是 只是因为后来是真的他去施策之后 他已经跟我一年了 然后科教组长也来跟我聊过这件事 是孩子他也不愿意离开 所以我们就进行沟通 以及那一个 因为刚好卡在4上就施策完毕 确定他是侵入智障 可是他每一次来把孩子要带离开我的国语科 孩子都没有办法离开 然后就会掉泪或什么 老师家长已经接受了也愿意 可是因为孩子有 可是我真的觉得孩子不需要离开我的教室 所以我后来就跟 就跟 特教老师说 可否等高年级就是现在五年级 分班以后 他应该也不至于会分到跟我同一个班 那到时候我们再来看看怎么调整 那既然都已经开学 他已经习惯这一年多来都集合数位在上课 然后我发现他国语 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真的那么差 所以我就让他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 他到后来他现在也考六十几 所以我的想法是说 很多时候我承认他某些状况下 他可能理解度还不足 就像我们班也有职员班的 也没有抽离 可是之后我相信他们五年级应该 就应该会抽离的吧 因为在疫情之下 这些都可能是个特例 我只是刚刚问各位说你有收到吗 是因为刚刚念的报告里面 这里面这三位孩子里面 其实我想你看得到你听得出落差 可是我刚刚这么问的原因是说 老师应该听不出他们谁是真正的 要是清障的孩子吧 对吧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一个平台 他可以在我的教学的努力一年多之下 我觉得很棒的就在这里就是说 让你很有成感 成就感的也就是说 但我们不只认识 让孩子认识不同的文化艺术 相对的我们也让孩子学到尊重包容 你的同才甚至是文化之下 还有学有成效 最重要的是我最主要的核心 是拉回我们苗栗的文化艺术 所以我们后来就去结合了圆明文化 我们特别去了蓬莱国小 走了一趟跟圆明之间的课程的交流 去认识什么叫做圆明文化的主统范 然后射箭 我们小孩才知道说 圆明的孩子这么厉害 射出去的弓箭 为什么我的职业在前面坠落 他的可以很顺利的吃到标靶物 我想这个就是在很多的体验体察之下 回来再写一篇 自由我们班比较特别一点 到这个时候 我没有像各位一样 一定要写出怎样的文体的特色的文章 而是他们想写诗的人写诗 想写继续文的写继续文 想写说明文的写说明文 只要跟文化家乡相关性的接我都接 然后最后再拍上传到学习吧的 用作业的功能缴交回来给我收入 我想这个就会应该是我说的创造力吧 我特别用这个创造力去谈臭巧的就是 学习吧本身就一直在谈创造力 然后我自己又身为是一个苗栗的老师 所以我就想说那刚好这个创造力我就拿来使用 就也是创造我们苗栗子弟 我自己教室里孩子的学习力 所以对我来说我的教室主走者 课程的成效主走者四个 第一个积极自主 第二个表达沟通 第三个互学欣赏 最重要是我希望借由平台的整合 我可以跨越时空的时效性的限制 我希望跟我家长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希望我的学生借由一个平台的学习历 那么看到了成长 因此在我的教室里 我希望我的学生积极自主 积极自主之下 我期待的是说我的学生 因为积极自主 所以他可以有效的去达到一个很大的成效 成效的部分 好 所以说 我接下来就给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说 在我的教室里 我不太知道师大是不是这样子使用学习吧 可是我习惯就是让他们很开心的 在不一样的角落里 在不一样的样态下 轻松自在的去走他自己 找到自己的独属的角落去做一个学习这样子 然后老师你们看到对角窗户这边也是学生 我都是我们班的孩子这样子 在我学校似乎就已经习惯 学生在角落里 就是他不同的样态 他们自己去找不一样的区域性 去做他们的朗读 去做他们的自主 甚至会坐在地板上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叫做自在性 悠游性的一个样态 这个平台主要让我感受到就是 优势也在这里 所以也是多年来 主力深耕在学习爸的原因 他们现在从一开始就是学习爸的讲师 不然也没有缘分在线上跟各位相遇这样子 在我的教室里 可能有人选在教室里 找个角落去朗读 有些人就是习惯性的去找个角落去走 这样子的朗读的自主性的学习 这是我刚刚说的所谓的自主的样态的部分 或是在课室里自己挂着耳机 然后自己去做一个影片的自主这样子 我想这个是可能是大家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这样的教室我很喜欢 所以我每一届我都会很努力的去做到 自己的教室不要太拘谨 是一个舒适的 让孩子是自在的 是信赖的 是尊重包容等待每个孩子的老师 所以在科系孩子都问我说 老师我们今天又要做什么 我要想说如果一个平台下 可以让我的教室下面就是护学欣赏部分 也许画面有点小 可是我坦白是说 我一路走来走到不一样样态的 然后展现在平台的样子到后来的自在 包括别的老师来的感受度 都说在我教室里看到是悠游欢喜 我想在这样子的学习的样态下 刚刚有跟各位说他们拉弓的样子 颇有价式的 但是当你可以想像那个弓箭没有射出去 直接往前面 最后到自己的脚底下 那个表情跟样态 我当下在忍不住 边路边拍边觉得很可爱 但是他们终于知道就是说 哇原来学习吧陪伴着他们的学习的成长的样态之下 我后来就把他连接到pallet 这是我们班的就是整合下的成效 所以说如果今天我们去看一个 一起学习的教室的样态 大家在这中间里看到我们班的学习的 学习的成效的样态 我真的只能说我一路走来是觉得一个好的平台是重要的 但是老师如何利用这个平台 去让自己的学生能够展现出他自己的学习力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就是很重要一个样态 因此其实在今天的就是说 跟各位的分享的状态之下 我一直会抱持着一个很大的重要就是说 学习什么是学习 学生不就应该是学习的主轴的主要的主角吗 所以在这个主角之下 我很直白跟老师们说 在我的教室里绝对不是只有靠我自己的铺课的样貌为轴心点 学习吧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支撑点 就是他其他的课程 那我也可以给各位看一下我课室另外一个的部分的融入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在上另外一个课程的时候我善用它 我觉得我们班操作的样态可以给各位看 大家一看就知道我可能想做什么 这个叫话说情换旋律 说话达人的部分 我有导学单 我习惯配下导学单给任务 让孩子比较不容易迷失 宣老师这个就是我说的 不一样的素材进来 然后在边画边写这样子 但是这之后老师猜我会做什么 我就会融入学习霸的成语故事 成语故事我一直觉得 它是一个很棒的教材 这个就是我们班的导学单 因应就是我说的在数位教学之下 导学单对我来说很重要 同样的我要开玩笑说 老师应该也看不出谁好谁坏吧 对吧 老师你看到哪个孩子比较有 哪个孩子比较不OK吗 哪个孩子可能是班上的前级 哪个孩子可能几乎站不上边 我想这一届把他送上五年级 我自认为我这一年的生根 我应该没有觉得说 把孩子的整个差异性拉大 然后我也觉得说在搜罗资料之下 这个是我的另外一个神奇的创作之下 会让孩子去做的 然后再拍回我把它下载下来的成果给各位看 这样子串起来 这个我刚刚说的对我来说 学习霸的成语故事很重要 然后我们班就自己去找相关的成语故事 跟文本相关的而去 我比较不会自信心的帮他串联好 我会故意就是给他们一个串联学习霸的网站 的那个成语故事 让他们自己先去搜罗 搜罗能力是件很重要的事 我想老师们应该也很清楚 这样子能力的部分 看完的人先去做测验啊 对 你看我只会说一句话 看完的人去做测验啊 所以我在课堂的话语权其实很少 我尽量就是教少让他们学多 所以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孩子 他们有人会看文字型的 有人会去选可能就是有影片说明的 对 在这里面就是相对有一点叫做我尊重差异 然后呢也减少差异 我希望教室的每个孩子是 因为平台的使用上的融入 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样态的呈现 对 这个就是跟老师们说的 学习霸的成语故事超级好用的 大家就是可以适时的去融入这样子 好 那么呢 以上就会要跟各位 就是想问老师 我暂时分享到这边 对 对